方女士的这部手机还在华为授权服务中心杭州乐迪港店 支付凭证显示 手机是5月1号购买的 花了2399块钱 然后买过去大概就过了几天时间吧 就是手机比方说打一个字母的时候 它一连串的字母跳出来了 就是后来试了几次 不充电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方女士说 只有在手机充电的情况下 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不影响使用 它就没有去维修 5月23号 手机直接失灵了 刚好在发微信的时候 感觉这个手机卡在那边了 然后我不是就把它按回去了吗 返回去 那我以为像电脑一样的 比方重启一下或怎么的 它过了几秒钟的时间 它手机就死机了 死机以后 屏幕呢 屏幕就黑了嘛 就黑了 就跟平时关机的状态是一样的 当时电量 电量好的 电量应该有50多去充电 充了以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手机就跟正常关机一样了 一点反应 怎么去按这个按键都没有反应 24号 方女士把手机送到了华为授权服务中心杭州乐迪港店 张店长拿出手机 目前已经恢复正常 张店长表示只进行了强制重启和检测 没有进行任何维修 我们是以系统检测为主 检测出来是软件问题 我们有检测记录 但是我们没法给您看 如果您需要看 我们也可以向领导申请 行吗 因为这是我们内部的 具体是什么软件问题 张店长没有解释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问题会导致这个手机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 因为我觉得我是5月1号买的嘛 我的诉求我是想 我说我要给我换一部手机 方女士说 如果这类问题是正常的 她希望官方应该解释清楚 只说软件问题四个字 她无法接受 后续会核实 会向服务店方核实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 我们 因为如果说这个服务店是官方的服务店的话 我们是以服务店的处理结果为传的 希望你们能给她一个更具体更细致的答复了 需要等我们核实的具体线线之后 才能给出一个商业的答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中国人导致并石黄金眼帼 President 顶払煎 最来不顾形的诅生